抗战之前的时候,西齐事变之前的时候,南田王陈济堂,叫什么名字? 他有个小太太,不高兴的小太太把他扁了。 他的官就要降下来,很多事不如意。 他说你把小太太请回来,请回来就升官,很多如意是存在。 后来不高兴,又把他驱逐了,驱逐了还是要降下来。 这就是可以用佛这句话讲。 最初你那个福报的因缘栽培的时候,和他是合作的。 现在德国也要在一起,不愿意收集。 所以夫妻有共业,大理是这样的。 父母、儿女、兄弟,多数都有共业。